您好 高御先生 您好 我是高鹤先生派来接您的 这边请 高总沈总 同先生和许小姐已经到了 同先生 许小姐 来 请坐 我来介绍一下 我是滕飞网络的副总裁沈臣 这是我们市场部负责人王鸿 这位是滕飞网络的副总裁沈臣 腾飞网络这次谈判的总代表高鹤 您好 您好 高先生好 我是许多 这位是我方代表佟宇先生 佟宇先生 非常了解 全自动物流体系的真正缔造者 荣幸 我也很荣幸 前制动科技首席 许小姐是吗 百文不如一见 对 果然气质非凡 坐吧 谢谢您的夸奖了 高先生才是其余不凡 见到您很高兴 谢谢 开门见山 我的时间还蛮贵 许小姐之前跟我发的资料 我都看过了 说实话 对比数据和文字 我更看重的是 童宇先生真正的想法 今天早上我们两个在出租车上 司机说了一句特别有趣的话 他说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科学家 为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 真正可以解决交通的拥堵 你的回答是 自动驾驶 这是我三年前的想法 我最近 有了一些新想法 有点意思 就我了解你来 应该是寻求我们的资助的 以便继续你的自动驾驶项目 对吗 一些世界ties 叫大陪 眼 张远 Niye 被觉得她很联系 但是我想要的是彻底的改变 所以说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 不是自动驾驶 而是智能交通系统 未来交通革命 不是单于某项技术提升 而是整个智能交通系统的全面预用 用智能思维去覆盖交通中每一个环节 将每一个行人 每一条道路 每一台车辆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程序 而交通和道路就是它们的运行平台 只要给予平台一个足够强大的智能程序 它就可以管理其他的此程序 这样整个交通便宛如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智能系统 无际时代来临 让所有的讯息行业互相连接 使得智能交通拥有无限可能 它会是全部路口智能红绿灯的合理分配 也会是智能交通预判引领 甚至会是城市高速智能控速的高级规划应用 它是从1到N拥有无限可能的智能掌控者 车辆街道路口甚至是红绿灯都是数据的一部分 数据合理分配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缜密的体系 最大程度的减少甚至是完全消灭拥堵 给出行人更多效率 给安全更多保护 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交通世界 可能我这个想法会有些疯狂 但是我希望 这一定会成为世界交通史上的 一次最新的个性 谢谢 想法是好的 腾飞作为互联网行业的领军者 我相信你们现在想要进入智能科技这个行业 应该不是一步一趋地跟随 也是想要做这个行业的老大吧 如果我给你们投资的话 你们什么时候拿出结果 或者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力 我一直认为时间 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 是吗 佟先生 我是真的 带着非常真诚的态度来给你谈判的 你要知道 任何的企业或者个人 如果寻求我们资助的话 或多或少会拿出自己的诚意或者改变 在这件事情上 你们必须要尊重我们的想法 高先生 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过来跟你们聊这个项目 不然我不会从上海来到这儿 但是我想说的我在跟你们聊的不是一个项目 而是一个对于世界交通行业的革命性的设计 资本的市场顺心万变 如果抓不住机会的话 行业的领腾阳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别人 同样一个项目如果被别人盯上的话 我想被人夺走成功的滋味 你比我更清楚 没错 主力确实是市场的本质 但如果是眼里只有主力的话 那个不叫投资 叫买卖 在我眼里一个合格的投资人 他不仅要有眼光和格局 还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对我的信心 看来 我们是没有这个资格了 我刚才呢只是很真诚地在表达我的想法 我没有这个意思 真是一次难忘的谈判 乙方首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随后呢 又否定了贾方的要求和需求 我活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可以了 今天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好 高总 童宇先生这个人就是说话比较直接 希望你能理解啊 没关系 非常理解 对不起啊 浪费了各位宝贵的时间 但是我很开心 你们能听我把话说来 谢谢 走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刚才又冲动了 好不容易得来机会 就被我给搞砸了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这就是你 你知道我想到这两个字 也是因为你 你到这档科技第一天 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字 交通 你的这两个字交通啊 让我终身难忘 也是我想要去攻克这个想法的起点 这么说我还是功臣喽 你是最大的功臣 其实我要告诉你 你今天生的这个项目 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好的项目 我要回去上个洗手间 你在车上等我几分钟 我很快就回来 你刚刚为什么不上啊 忽然想上了不行啊 忽然想上了不行啊 高总 记有您三分钟可以吗 你可以 谢谢 麻烦电脑接一下 我愿不见过 我愿不见过 其实我闲着 我咱们就在跑路上 你不见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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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旅游了呗 对吧 反正之前我已经答应你了 要带你出来放松一下 你倒是很机智啊 我带你出来出差 你进花幸福说带我旅游 说吧 明天想去哪儿 你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 反正跟你在一起不管去哪儿 我都很开心 我怎么以前没发现 你那么会说呢 那不是因为今天淘气了吗 可是说实话今天这事 真不怪我 真不怪我 就怪你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腰怎么撑到了 你嘴没亲腰上呀 没事吧 你过来一下这边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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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你要知道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差点没打起来 性格决定命运 伟大的创造者 又有几个性格耐死的人呢 正相反 就是因为他们的叛逆 不妥协 不配合 这个世界才会不一样 我觉得啊 一个合格的投资人 对 啊 啊 他 他 你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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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我今儿是我大着这个 你们仨能不能说控这个 好了好了 说了别让他们再来吧 影响气氛了吧 你说这人家 互联网高新技术一次看见 以前高知人群聚会 他们凑什么热闹啊 去 我们三个给他庆祝 高知 我们也是高知啊 向总 园丁 园丁 时辰 时辰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开始了 走吧 来 坐坐 旁边去 来 你这边去 我们在这边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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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快去 今天呢 非常开心 大家能来参加这个 十二星有限公司的 项目启动活动 这边呢 也有我们的好朋友 他们也到场了 还有很多 我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 来见证我们的成长 在这里谢谢大家 那现在我就宣布了 十二星科技 点亮仪式正式开始 我们感谢所有到场的嘉宾 来见证我们今天的这份仪式 也感谢腾飞网络 以及我们十二星科技 我们今天的剪彩 也祝福我们这次的合作 能够圆满成功 飞黄腾达 开始 现在呢 我还要宣布 有请我们十二星科技的创始人 童语先生 为我们的十二星点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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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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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星这个名字这么特别 解释一下吧二威 十二星等您这个名字是我解释的 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 十二这个数字呢 对于我和许多而言 非常的特别 因为我跟许总 我们两个是朋友 是爱人 更是家人 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关系 大家可以数一下 他们的笔画都是十二号 而且十二星宫是用以标明 月亮与太阳延黄道运行 每年会交汇十二次的位置 我希望我能和多多 像太阳和月亮一般 互相辉映 让十二星永远耀眼 那就祝福你们像太阳和月亮一样 永远耀眼 没错 没错 那个太阳 月亮无比炙热 无比火辣 完了之后你们俩合二为一 融为一体 互相融化对方得了 祝你们幸福 祝你们幸福 准备 祝你们幸福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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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大功臣来了 举哥 跟我客气什么 不是 国王先生我们不是跟你客气 是这事就没有你的话 我跟你说没有人能搞定高贺 那行啊 今天就好好宰你一顿 我不会抢着买单的 你好 几位 帮我加两套餐具好吧 好的 来 有情况啊 来了 等着啊 这么多年我没见到单女的来 紫叶 可以啊 来 坐 谢谢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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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那个冰 不是 白医生啊 家离这儿近 我就想着顺便一起吃个饭 这个顺便看来故事有点多 你们两个 看着我看着我一直笑啊 白医生 你这速度够快了 那也改不上 你开公司的速度吧 子彦你可以啊 成功地把商业谈判的实用力 放在了生活当中 稳准快 而且看来效率还不错 你的思想怎么那么复杂 我们是朋友 之前啊 白医生就约我吃饭 然后正好赶上你们 又约我吃饭 我就想着就一起呗 朋友 那个 怎么感觉咱俩也有点 打扰你们约会了 我没靠你啊 你这一谈恋爱 连好朋友都不认了吗 我认啊 但我现在有点不敢认了 那我出来吃饭 带个难办 省得到你们的电灯泡 不行吗 你看这白医生啊 原来说话多么温温而养 这个人在一起 待时间长了之后 我就会越来越像 跟商务谈判也一样 我都接不上了 行了 快说吧 其后你吃什么好吃的 随便点 来 菜单给你 你给我吧 那我把你点了啊 好 你最近在健身 就多补充一点蛋白质吧 这沙拉 蔬菜跟水果的 各要一份 主菜就要牛排吧 可以 五分手 配菜药 卢笋和青豆 停点就算了 那个我们两份 跟他们一样的 什么就一样的了 人家点的是啥呀 你听都不听 你能不能走点心啊 我走了 你说我这平时工作这么累 付出那么多体力劳动 我想补充点营养 你也点得很科学啊 必须一样 好 我好怀念当时啊 刚认识的时候 真的 那时候的男人 那种微妙的感觉 就像子叶一样 风度翩翩啊 佟雨 我可听出来这许小姐 是话里有话 对你好像不太满意啊 那没办法后悔来不及了 跟子叶现在有缘了 你们先聊我打个电话啊 我想去一个洗手间 你们俩先聊啊 来 衣裳 喝一杯 干杯 这男人忙起来就是这样 其实他刚说创业的时候 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我没有你那么了解 童语 但也略知一二 其实他的天性就是这样 就像鲨鱼一样 有强大的进取心和进攻心 会称霸海洋 但是有时候过疑的锐利和直接 会让人觉得有些孤独 特别是会让身边的人 感受到这份孤独 因为毕竟在海洋里 能跟上鲨鱼的并不多 紫叶呢 紫叶 在事业上和童语一样 有着自己的坚持 但是我觉得他的性格上 更像是海豚 永远的那么笨笨尔雅 他胜解仁义 当你开心的时候 他会陪你开心 但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冲出来 帮你解决这一切 他算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对他的评价还是很准确 你们俩挺好的吧 说实话 我们也刚接触不久 彼此呢 留下的印象也都很美好 但是我在想 如果时间长了 走得更近一步了 要是到时候 能像你和童语这般莫及 就挺好的 会的 鲨鱼和海豚回来 要什么呢 说你呢 鲨鱼宝宝 什么鲨鱼啊 你长得像鲨鱼 那紫叶呢 海豚宝宝 来 童老 敬你 来医生 这怎么了 愁眉苦脸呢 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工程师 要么眼高手低 要么经验太少 还有几个大厂出来的 薪资要求也太高了 要不这样你就找几个行人过来 让他们做一些技术研作案 困难的事交给我 那怎么行啊 你身体也吃不消啊 再说了 研究科技 讲究的就是团队精神 个人英雄主义 到最后再怎么使劲 也是昙花一现 所以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 值得我们信任的团队 现在时间这么改 哪能那么快找到 合适的人选啊 小韩成功 你们俩怎么过来了 啊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你们这招人 我们就过来应聘了 徐总 好久不见 越来越漂亮了 我们这儿正好 要招人你们就来了 你们怎么回事辞职了 跟那娘炮 我们真没法赛 我们还是愿意跟你 好兄弟 谢谢 来 快进来 来 带你们参观一下 这儿就是咱们公司的办公区啊 我们这一次呢 没有固定的工位 大家 来 想坐就坐 想躺就躺 困了 可以睡觉 这么随意吗 但是这次咱们公司的考研日读 没有之前徐总安排得那么严格 来 快来看一看 这儿都是佟先生自己设计的 这儿是咱们的研发空间 可以找我帮忙哦 来 我带你们去这儿看一下 这边啊 是咱们公司的健身房 每天必须保证一个小时健身 我可以 你行不行 我们这儿还有这个 PC游戏实战区 里面呢是VR电影区 还有我们的楼下 楼下是嵌入式的沙发区 我带你们上去看看 上面还有啊 楼上有惊喜 这上面呢 是咱们公司的睡帘屋顶 也是我们的户外会议室 呼吸最新鲜的空气 迸发最好的灵感 哇 这也太好了吧 这个 我的天哪 老大 你是建筑工程师吧 太有艺术希望了 李升空 我告诉你啊 这么好的环境 如果我还不好好工作的话 你把我摁死在水里 蔡小孩 这么好的环境 你都好意思偷懒的花 我都觉得丢人 话说不来啊 这么好的环境 我要是散漫怎么办 不会散漫的 我们是为了让大家自由和创新 从今儿以后咱们工作 不需要有任何的束缚了 我只需要你们提供给我最好的思路 以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 你们今天来得也够巧的 是咱们公司第一次会议 那咱们就开始 我们的第一次头脑风暴吧 我都迫不及待 要扎进实验室了 去那边先坐一下 我下去喽 你慢点 你别摔了 你慢点 你别摔了 小心啊 接下来开始咱们今天的会议主题 老大 这样吧 我先汇报一下吧 我跟成功 我们在过去的那个基础研究之上 我们重新升级了 我们可以消灭了 消灭了消灭了 我和我们的第二个人 都是假的 这是我的假的 我们现在想要 我们的真传对 半颜色感觉 我们的真传对 自己加薪的 先进的 一开始我在想 我的第二个人 就是 我们的真传对 我做的 我们的真传对 就是等于我们 我们的真传对 我从我们的真传对 我们的真传对 我们的真传对 自己加薪的 我们的真传对 我们的真传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就正式开会了 我先划分一下咱们的职责 接下来我会作为整个项目的总负责人 许总呢会负责整个项目的企划推进 我们的工作上整个分两条线 我会带领谭小涵主工系统的整个的设计 而李成功呢 你负责带领咱们新进来的所有的组员啊 进行数据采纳分析 从北斗数据 交通局数据 导航数据 全面记录和总结交通的状况 每周给出一个整理报告 好 这边是整个项目的时间周期表 那每一个时间呢 对应的是每一个任务 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遵守 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要及时跟我们沟通 我们也可以及时地调整 接下来咱们的智能交通系统啊 马上就要提上日升了 我给他命名为星辰系统 他的寓意是十二星辰的光芒 将会永远照亮咱们前行的道路 来吧 咱们继续开会 小涵你先总结一下 我又看到了他最灿烂的 发自心底的笑容 这段时间也许是创业的压力 导致我会胡思乱想 很久 我们俩都没有互相 对对方这样笑过了 是像他说的 我们已经成为彼此最稳定的依靠 还是时间让我们的感情变淡了 当我们只要互相扶持 互相依靠 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这次呢 主要探讨会议的内容呢 智能交通 那相信大家 还顺利吗 他想要我们公司的股份 这样我们正好有第二个人的 人资了 我们正好 辛苦了 来吧 智能交通系统第一次戴摩演示 开始 老大 按照您制定的计划 现在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就是 现实交通的一个缩影 这些屏幕上的小黑点 代表现实交通世界的每个个体 现在我们启动我们的智能交通系统 给这些个体发出指令 红线是指定路线 而红点代表着最高速的制定位置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这是指令系统起了作用 实时监控的雷达 隐藏在道路之下的智能坐标 系统发出了准备命令 让他们有了规则 当然 如果道路上出现不可抗力 比如说车祸 那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地检测 然后迅速重新地给出 最合理的规划 红叉的位置 是我们模拟的交通事故现场 它现在只是一个简单的 事故处理方案 但是只要给我们时间 无论是道路救援 车辆损耗 还是医疗的紧急方案 我们都可以通过 智能交通指令来解决 以前的交通 就是一个二维世界的墙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三维世界崭新的路 太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戴梦 已经非常具有说服力 和前瞻性 我马上跟腾飞网络联系一下 把戴梦传给他 三十九天 十二星镇成立一个月 你给了我一个奇迹 我会把这个戴梦 上集团内部高层会 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和推广 可是这么快就要上会吗 你现在改变的是整个交通体系 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设定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 划时代的革命 这需要各大公司 交通部门 甚至政府的资源 去指寻你下一步的推荐 我倒有一个提议 在下周 上海会召开一个 亚洲智能科技的大会 我想把这个提案直接送上去 一旦获得认可的话 那我们这个项目 将会成为政府和全社会 最关注的项目了 好想法 稍微等一下 我觉得咱们现在这样 是不是有点 抬操这个过节了 因为现在整个的项目 它只是一个概念 戴梦呢 它是一个提供 思路的一个方向 还不够成熟啊 童云 你要相信我和高总的判断 这个项目 绝对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创造 是一个需要全社会 共同关注的革命 我们扩大了影响力 就是扩大项目的影响力 那么我们得到的收益 是你前所未有的 高总 我回去整理一下戴梦 随后传给你 你接候再一下 好 我过来一下 我过来一下 干活 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 把话说完啊 我知道你想保护十二星辰 但是这次机会 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 不是 太重要 你不能拿一个戴梦 就上会 这不开玩笑吗 童云 现在我们是公司化的运营 不是科学实验室 我们不能一切 从项目主发 不是 我知道 它不是科学实验室 但是我不想像其他公司一样 拿一个想法就出来博人眼球 你懂吗 这怎么能是博人眼球呢 我们得到认可 我们才有更多的资金进入了 眼里只有钱是吧 对不起 刚才用词不到 你眼里怎么可能只有钱呢 你眼里只有我 你相信我吗 不相信 你相不相信我 同月 你要相信我 这次的选择 一定是最好最重要的 资金对于我们来讲 是公司的运营 也是你项目的支撑 你相信我 这一次 指挥队不会错 我不相信你相信谁 瑞斯那么多人看着呢 看着怎么办 好久没有好好抱抱了 我最近也是太累了 这脑子跟浆糊一样 刚刚你没生气吧 怎么会呢 这三十九天了 你也没有好好休息过 还有啊 金刚不能总放在姥姥家 你有空还是要去看看她的 你报够了没有 报是报够了 但是还行 外面都是人 别闹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电影充满 继续工作 占我便宜 你还要吃完了之后啊 还要回公司加个班 你先回家注意安全啊 没有你我睡得着吗 等一下要一起回去 你陪我加班啊 嗯 吃点啊 童雨啊 李萨 好巧啊 是挺巧啊 好久不见啊 二位 可好啊 还可以 我也听说了 你们的十二星辰 获得了腾飞的投资 恭喜 您千万别恭喜我们 这我们受不起 为了不让你踩死我 我必须要更加努力 你看你这玩笑开的 咱们都得努力啊 改天请你们吃饭 先走了 真懂胃口啊 真懂胃口啊 好嘞 好嘞 是不是都没吃饱了 好嘞 是不是都没吃饱了 饱了 饱了 你们不是都已经下班走了吗 我这 不是有一个子程序 要调整一下吗 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了 我先忙 加油 好 乖 有时候我常常在想 支撑他这样一直向前的动力是什么 也许就是那句话 三十而立 这是先生们成熟的一个印记 但同时 但同时也是一个重担的开始 三十多岁的先生们 为了生活 为了家人 为了梦想 每个人都去竭尽全力 再一点点的改变着未来 或许有时 他们也许会内心迷茫 瞻前骨后 犹豫不决 但是 请原谅他们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的身后已经没有退路 只能独自前行 冷暖自知 请不要叫他们幻想家 因为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他们的想法就是这个时代的想法 他们的努力就是这个时代前进的动力 他们还不够成熟 成熟到荣辱不惊 坐怀不乱 所以 不要怪他们的不安和懦弱 因为这个年纪的他们 刚开始品尝过去只能在歌里听到的人生二字 他们是三十多岁的男人 有着自己热爱或者纠结的事业 有着那有些不安却不足以自由的存款 有着陪伴左右却不知未来的那个女人 也有着能随时激昂自己 却随时会将你吞噬的重重压力 但无论如何 他们为了爱 为了心中的梦想 他们一定会燃烧自己 全力以赴 永不停息 好了 我又检查了一遍 没什么问题 那我现在把这个展示 送到组委会去 童总 恭喜辛苦了 代表十二星辰 感谢你 我这么辛苦 能不能有点诚意啊 童总 许总 外美为先生找您二位 说是您二位的朋友 去看看 去吧 去吧 李公啊 童公 徐总 不对 现在应该叫童总了 好久不见 你真是希科呀 我刚才在园区办点事 看到你们十二星辰的牌子 知道这是你们的公司 过来看看 拜访一下老朋友 欢迎 我带你去转转去 你不是有事吗 我带李公转转 好 去忙吧 你们公司还真的 跟别的公司不太一样呢 对对 我也去过这么多科技公司了 讲真啊 你这儿的运营的理念 确实让我光目相看 无论从内部气氛还是这外部的环境 都跟别的公司太不一样了 本来我就是来八卦的 没想到收获的可不只是八卦呀 童公 祝愿你越来越好 我真心地希望咱们大家 都越来越好 以后没事啊 经常过来坐坐 你不嫌弃我就来 我嫌弃你什么呀 你要是哪天离职了 我还非常欢迎你加入了 来 累不累啊 还好 你可别我辛苦多了 哈喽你好我是许多 我方便你说 其实是这边的声报出了点问题 所以很遗憾地通知你 展会组委会拒绝了贵公司 关于智能交通的提案展示 不是你们为什么拒绝了我们的提案呢 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因为经过筛选对比 发现有一家公司 已经成功通过组委会的审核 申报了他们的创意 而贵公司的创意呢 与他们的重复率高达百分之九十 你等一下这怎么可能呢 我想请问一下是哪家公司 上海制动科技 他们的提交时间比你们要早 所以你们确实存在剽窃的嫌疑 如果您对我们的结果有意义 欢迎提交证据进行申议 但我们的全部流程都是正规化出的 你现在的意思是我们公司在剽窃是吗 我这样我想问一下 制动科技谁负责这个项目提交人是谁 制动科技的项目 稍等我看一下 申报者总工程师叫江大凯 副工程师叫李德 谢谢 情况我已经基本了解了 你那边什么判断 是这样 我们公司呢 真的有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 因为戴某成型以后 直接录过童语的电脑 而童语的电脑是面部识别的 所以我们这个保密系统 一直做得很稳定 我们现在初步宽断 应该不是从公司内股流出的 童语认为 现在不是我认为 他只有一个可能性 是组委会 刚才沈臣跟我递交了一份资料 这次亚洲智能科技大会的 轮值主席刘冠 和智能科技的总裁江大凯 曾经是商区院的同学 你跟我说什么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申诉吗 这种T1级别地展会 这种事情 没有失足的证据 尽量不要胜着 童语 你曾经是智能科技的人 你想想办法 我现在能怎么办 难道我去智能科技 我问他们是否你们 表现了我们的项目 要知道这个项目 我们也付出了同样的心血 高总 你先别着急 这事呢 也是怪我 如果不是我那么着急 想要在展会上展出的话 可能也不会发生这些事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的建议是好的 童语 就这样吧 别太难过了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不是我难过 是你心太极了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整个项目还不够成熟吗 它只是一个模式 很容易被剽窃的 你太着急了 太想像智能科技 来证明我们两个是可以的 我不是想像谁证明什么 我是为了你的梦想 可是你有听我的吗 好了 这件事怪我好不好 不是怪谁 怪谁也没有用现在 我听说江大凯 正在联络几家媒体 准备在亚洲智能科技大会之后 立刻召开智能交通新系统的发布会 他们很高调啊 以他们目前的技术 还没有可以承受到对外发布的时候 他只是要抢占风头 我们没有证据啊 我来想办法 好 你又头疼了 你又头疼了 我跟你讲 我现在遇到的全都是记手的问题啊 你别告诉我你这儿还有问题 对 我还真有别的事 我等的就是这个 我不疼了 不疼了 没事了 我走了啊 手机给我 对对对 这是你的 这是我的 再见啊 子叶找到了关键的证据 制动科技 把在爱梦交给组委会的时间 比我们整整早了四个小时 所以应该不是从组委会流出的 比三位早了四个小时 所以内部是唯一的可能了 许多 咱们公司内部不可能会有问题 他们就可跟了我这么多年 就即使是内部问题啊 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入我的电脑系统啊 还有一种可能 是制动科技那边突破了我们的安全系统 绝不可能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注意安全 好 我是一个工程师 是 我不是贼 童谣 咱俩在一个公司这么多年 彼此看不惯 不喜欢对方的性格 但是说实话 你在我心里 一直是我追赶的目标 可敬的对手 我在你心里 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吧 当然 作为制动科技的员工 有些话我说出来不妥当 但是我觉得我不说出来更不妥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你知道吗 制动科技竟然完成了一个从未上过会 也没有立过项的项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四上午六点钟 江大开让我提前到办公室 在一份项目底下输名 他让我保密 让我选择 我签了 早上八点钟 这个项目就出现在亚洲科技大会上 你知道是谁把这个项目拿给江大开了吗 我不知道啊 我当时就以为可能是外包公司的项目 反正摆来的棉那不要不要呗呗 我就签了 直到今天 我知道你递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项目 被作为会拒绝了 所以我朝你来 我要告诉你这些 我没有想到你会 怎么 你没想到我会这么坦诚吧 没想到我会帮你吧 对 咱俩逗得正好 是 是 准备了 那 你说 我彻底对江大开队 只同科技失望了 我觉得 我也应该寻找我的下一站了 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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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相信我 欢迎加入十二星科技 但是我也希望 你可以替我一个忙 帮我查出来到底是谁 把这个项目 给到江大开 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查 但是童云 我觉得 问题还是处在你身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夫 让你们进去一下 好 这个呢 不是普通的贫血 如果数值呢 是在一百到一百零九之间 就是属于轻度贫血 低于八十九呢 是属于重度贫血 它现在这个数值呢 再往前一步 就严重了 你们看 它的血小板和容积率 都是低于正常值的 也就是说这个患者呢 他长期属在贫血的状态 现在是因为身体处于疲劳期 所以呢 引发了重度贫血 我建议呢 继续观察 血小板持续地降低的话 不排除重度血液病的可能性 你 你是说它会有 重度血液症的可能啊 我是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也不用过度地担忧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满脑子都是你 你呢 你脑子里只有你那点破事 你的工作 你的梦想 你创造 你的需求 她是你的女人啊 你有想过她需要什么吗 我错了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次错误 都有改正的机会的 但凡今天有一点问题 你后悔一辈子去吧 行了 你别在这儿跟赎罪似的 你就算想补救也不差这一会儿 你状态也这么不好 你再倒了 谁有功夫照顾你们两个病号啊 回去歇着吧 明天再来 我在这儿跟赎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这儿跟赎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儿跟赎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儿跟赎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儿跟赎罪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儿看那儿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点半 谁呀 这么忙 谁呀 你们俩 老大 我们俩挺久的了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老大 来 回去吧 是你吧 说什么呢 什么时候啊 周三晚上只有你我许多咱们三个人在公司加班 不是 这个 我那天 我早就回去了呀 你是知道的呀 我有一个习惯你应该很清楚 我的硬盘我不会借给任何人 因为我不相信你 但是我相信你 我把硬盘借给你 你没有还给我 你以为我棒了 刘涵 这是我最后确定的思路方案 你仔细看一下 好 记得把U盘给我啊 好嘞 没问题 而你 是唯一一个有能力破解我办公室面部识别程序 破解我电脑密码 再用我的U盘 盗走我未完成的DEMO的人 还有宝宝 ед wahrscheinlich 并出来 ти 你 是 咱们 亏 揪 你 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告诉其他人我们饭碗就没了 我跟他也特别想像你和徐总那样 在公司不管怎么胡闹 大家都微笑着去祝福你们 因为你们足够的强大 你们强大到做什么都是对的 那么我们也想强大 到底没有天赋 我们只能靠你 走吧 所以说你选择了姜大凯 我不相信 但是我相信我在你这儿 我什么都得不到 我在姜大凯那儿 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能成为 不管让他做我一个 信仰的地咬食也好 什么也好 我能够做一个总工师 让他到最后 他要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老大我没办法了 直到要到 智能交通这个项目 我没办法 我没法回头了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路 你觉得这条路 普通家庭 普通孩子 是他能选择的吗 我在你这儿 没日没夜的工作 我告诉你 我不累 我愿意下班 甚至我告诉你 只要有机会 你把所有的工作 都给丢给我 我好 我可以胜任 但是每到第二天 我还要微笑 微笑地面对你啊 但是到现在 又能怎么样呢 到如今又能怎么样呢 我什么时候 才能像你一样 在上海 有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房子 我离开这个狗逼的出租 我 台湾 我一心拿你当兄弟 别说这个啊 老大 事已至此了 都已经这样了 你告诉我 你想怎么做 报警 抓我 但是我告诉你 怨 行 你跟着我这么多年 真的是白跟了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什么是最宝贵的 这样现在我给你两条路 你自己来选 第一 告诉江大凯 把我的项目 从长会撤下来 删除所有的资料文件 至于你 你好自为之 第二 如果说你们不同意 那咱们就法院见吧 我一直希望你成为一个 优秀的工程师员 而不是一个害人 过去的一切 我为你付出的精力万行 我为你和咱们组内 所有的兄弟们的情谊万行 更为你和你的梦想万行 咱们兄弟们一起战斗了这么久 你没有输给项目了 却输给了最不值钱的工程 有时候 撤开他 你然后就封了 拉起来 韵 miscon PHYS 你应该要干吗 我走 我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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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知人知面不知心 没想到竟然是谭小涵的 我曾经想过无数生可能性 我也没想到是我自己人 那你没打算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吗 我想了 但是他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不想这么对他 宽恕 很多时候是纵容 但是有些时候宽恕啊 他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好 那就按照你的想法来 我去通知高总 江大凯也会派人去盯着 你呀 跟许多一样 面上了 可他心里边暖和着呢 我才跟他比不了呢 从小到大 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我看见许多去照顾别人 很少看到别人去照顾他 小时候 在欣欣福利院 他一捞着好吃的就会分给别人 我就问他 为什么呀 他告诉我 他心里边觉着 大家需要 那我又问了 你呢 他总是笑着摇摇头 后来我才明白 在他的心里边 最缺乏的就是这些 因为缺乏所以深刻 所以 他才不想让别人缺失 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但是他确实的安全感我没有办法给他 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承受这么大压力 我还责怪他 我即使现在知道这个结果 那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明白还不完 你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你许多会原谅你 我原谅不了我自己 你说我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 我觉着啊 在这感情里边 一朝一夕 一点一滴 两个人一起经历的 不管是好的 甚至是坏的 那都是过程 都值得珍惜 只要人还在你身边 什么时候爱都不会晚 行了 我也不烦你了 早点回去歇着 这边有岳子倩帮忙盯着 都睡会儿 明天下午我才过来 走了 谢了 来 来 阿姨 我今儿戴不了金刚了 许多最近身体不太好住院了 先不要跟金刚说 先不要跟金刚说 许多阿姨怎么生病啊 那我要去看看 我不管 爸爸你快来接我 去吧 想不想啊 你来看许多阿姨 许多阿姨 许多阿姨 许多阿姨都没有紧张完身体 在睡觉 不要找到他 你坐会儿吧 我去等会儿去 来 许多阿姨 许多阿姨 这是我最爱吃的巧克力派 吃了就有力气了 我带爸爸颈颈来 就是和你道歉的 他说你上班太累了 是他的错 还说怕好不好你呀 许多呀 是肯定能理解你 而且你们公司的事也处理了 这本来就是自古就说邪不压正嘛 但是你俩以后真得注意了 这事业是关键 但也得先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吧 你别说他了 他自己知道啊 我也创过业 我也很清楚 有时候自己说了不算的 许多恢复的也差不多了 过几天就出院了 你也好好休息一阵子 到时候好好哄哄他 我觉得你们应该没事 第一次觉得我自己这么失败 可能在你们心里我什么都好 从小学到大学 从毕业到工作 我一路在野从来没有输过 但是现在你们觉得 我赢了吗 我似乎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最初的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 我当时被江大凯扫地出门的时候 我非常地愤怒 非常地不平 我证明给他看我可以 我一定可以成功 后来我成立了我自己的工资 我完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能会完成的设想 我继续在野 但是现在许多躺在病床上了 我即使赢了全世界又能怎么样呢 我觉得我自己真不是个男人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 那我岂不是更失败了 眼前的幸福我都抓不住 好像任何所谓的理由 都能把我逼得毫无退路了 我才失败呢 来来回回 反反复复 似乎总是鼓起了勇气 但又一次次被现实打扮 搞得现在 我自己 还有最信任我的人 都灰心丧气我 行了 你们仨别凑热闹了 要论失败 我应该手当其冲吧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说我要自由 就想甩开那只拉着我的手 但现如今呢 我想抓住那只手的时候 那只手却要甩开我 就连我自个儿的孩子 我也左右不了 我觉得咱们哥儿四个 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 我不想这么认输 那我们能怎么办啊 我们现在必须要向前走一步 怎么走 怎么走 结婚 我想和许多结婚 给他一生的幸福 我得跟盛南复婚 还得留下这个孩子 那虽然我觉得你们有点天方夜谭 但是只要倩倩同意的话 那我也想跟他结婚 也许吧 我 你少废话 我当然愿意啊 那咱们就说好了 谁也别怂 还是那句话 谁怂谁酸呢 是我们 愿相信可能 拼到了随后 可能也只有可能 难道我们 是被世界抛弃的人 是被世界抛弃的人